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不知道,雅各布其实是丹妮 岁月带走了青春与美丽 老妈就是个活力的 她厌气的摘下了字典那对绿色耳饰 梅手中这个绿色装置 是那天她在小湖中垂吊时 在湖里的一块石头下意外发现的 这是干嘛用的呢 离开前,梅注意到了在不远处矮台上 观景的那项小伙阿森 阿森是梅的同学 梅对机械很在行 但这个绿色装置好像坏了 上面装着两个手环一样的东西 梅试着将她戴到手腕上 很合适 与家人一起参加朋友婚礼时 再次在酒吧遇见了阿森 你觉得会长久吗 阿森望着那对新人向梅问道 希望如此 在阿森的邀请下 梅陪她去树林里散步 阿森是个脖子 她的右脚生来就有问题 走了一会儿后 二人在树林里聊天 我听说时间在树林里会变慢 如果是真的该有多好 所以我喜欢来这享受瞬间 感觉好像能持续下去 二人一口同声说道 梅很意外 竟找到了知音 要求看看阿森的脚 阿森脱下袜子 给梅看了自己扭曲变形的右脚 如果脚没事 你会怎么做 我会跑 你一定跑得很快 气氛变得暧昧起来 当梅准备和阿森发生点什么的时候 雅各布与她的父母来找她了 梅一步一回头 不舍得离开着这个 喜欢一人多的树下 享受瞬间的小伙 梅拆开那个绿色装置 里边有个像电池一样的东西坏掉了 妈妈走进女儿闺房 一脸羡慕她 抚着她的绣发 我的头发以前跟你一样 梅与阿森再次碰面 平时在学校里很少说话的她 这次却变得很坚谈 阿森说 自己内向 是因为学校里有些人很刻薄 唯有梅不歧视她 梅牵起阿森的手 让她去找维修工汤姆聊天 吸引她的注意力 自己趁机从汤姆车中偷走了一只电池 剑谈的汤姆 给阿森讲了很多机械原理 得手后 二人匆匆和汤姆到了别 梅带阿森去了自己家 准备将电池换进去试一下 阿森主动说 想看一下梅的房间 没知道会发生什么 犹豫了一下 同意了 她的房间有点乱 手忙脚乱的收拾起来 看到墙上的画 你比画上的好看多了 说的梅有点不好意思 放弃了唱片 在音乐上的陪伴下 坐到阿森身边 依偎在她的身上 两人自然而然的稳在了一起 准备进行下一个步骤时 妈妈突然进来 将阿森赶走了 生气的瞪着女儿 鄙视梅对雅各布的不忠 梅将电池放入装置 亮起了橙丝的灯 将手环带到手上后 再次按下上边的开关 一时间整个世界突然安静了 梅疑惑的走出门 发现老爸定住了 在旁边洗碗的老妈也凝固了 看来这是个时间静止气 第二天 梅兴奋的找到阿森 让阿森带上另一只手环 然后再次按下开关 身边曹德的环境声戛然而止 楼道里 所有同学 老师们统统被定住了 包括与雅各布换了身体的丹妮 街上的人也停止在了梅 按下开关的那个瞬间 想干嘛干嘛 想怎么恶搞路人 他们都不会知道 二人来到酒吧 调侃着那边的保安小哥 说他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 阿森也没食指相扣 我喜欢跟你独处 想上前吻他 梅却将阿森带到了街上 亲吻过后 梅决然在街上与阿森趴了起来 约半分钟后 梅从阿森身手下来 二人并列躺在地上 而后梅站到汽车上 以后 无论你什么时候走在这条街上 你都会想起 我们在这做了什么 梅对阿森说 这一切想持续多久都行 说吧再次铺进了他怀中 二人去商场拿了很多免费商品 梅开心的试着美丽的花裙子 阿森拿了只 每秒射速可达333英尺的长工 走进一间 平时不敢问津的高级房间 阿森问梅 现在几点了 用中文怎么说 那我爱你呢 梅想了想 阿森说得很憋怅 在梅的指导下 练了好几次才说顺 梅听后笑得很开心 对阿森说了同样的话 宇哥没想到 这部剧还有中文彩蛋 阿森设计如神 百步穿扬新手年来 梅告诉阿森自己最怕独自一人 因为他不太喜欢自己 阿森对梅说 我永远不会离开你 梅感动的握紧了她的手 之后的时间里 他俩渐情长咬的二人世界之中 想干什么干什么 想去哪就去哪 色衣放飞自我 在这个没有黑夜 没有时间干净的世界中 待了大概一个月 阿森问梅 把装置关了后 你会和雅各部分手吗 我想是吧 阿森马上献出不愿 梅马上改口为 我是说 当然 是还是不是 我说是 该恢复正常生活了 反正以后随时可以这样 但梅按下开关后 装置又不起作用了 这下阿森有点着急了 我被困在这了吗 梅要他别吵 发现新放进的电池 也能量厚进 变黑了 得换个新的才行 于是他俩又来到了 维修工汤姆的家 翻找电池时 梅静在汤姆家 发现了妈妈的耳饰 没错 这确实是妈妈的耳饰 走进卧室 果然老妈 正一脸享受地在床上 享受雨水之欢 妈妈与汤姆出了轨 阿森找到了电池 却不知床上就是梅的妈妈 随口调侃了两句 梅恼了 要他闭嘴 而后将肩服银服的衣服 扔到了屋外 又将怨气撒到阿森身上 阿森气得叫梅表道 梅反击阿森是瘸道 这下戳到了阿森的痛处 阿森将电池交给梅后 一拳一拐地离开了 梅本想继续丢衣服 但看到母亲脸上愉悦的表情 又想到妈妈在家 照镜子时的表情 放下衣服 放下了对她的怨恨 这时才意识到 阿森已经走了 怕孤独的梅 在街上大声喊叫着 阿森的名字 四处寻找到 终于在湖边矮台上 找到了阿森 我不是故意那样说的 当你说你觉得困在这了 我觉得很受伤 并且我害怕你会离开我 而且我看见我妈那样 我只是现在真的很失落 我不能自己待着 我需要你 你能和我谈谈吗 求你了 梅自顾自的说了半天 阿森却始终一动不动 走近一看 原来阿森也摘掉手环 将她自己静止了 梅再次按下开关 将世界恢复了正常 阿森将手环还给梅 这次梅什么都没说 阿森一脸落寞的离开了她 梅明白了 无论什么装置 都无法留住美好瞬间 她不可能永恒下去 再次与父亲来到湖边 父亲说 有时事务正因为短暂 所以才特别 梅将母亲的耳饰 放到她面前 母亲愣住了 与阿森又一次 在那条街上相遇 二人对视许久 阿森向她走来 梅快步离开 阿森追上了她 梅直言 阿森打破了 永远不会离开自己的承诺 阿森表示 那些话也是梅亲口说的 梅转身要走 阿森叫住她 道出了那句中文 梅的表情很复杂 但还是离开了她 我们无法留住美好瞬间 梅有珍惜当下 和心爱的人 过好每一天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别忘点击关注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 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本剧全集公众号内 现已提前上架 欢迎大家订阅收看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